大家好,欢迎收看总理谈车 最近伴随着劳斯莱斯库里谈的陆续到货 有不少网友私信问我们 老干妈是不是买了库里谈 啥时候提车 没错,老干妈这个号称全球最辣的女人 其车库确实有很多好车 包括宝马7,奔驰记,奔驰翼等等 大大小小的座价加起来最少也要两三千万 但是其尤其喜欢劳斯莱斯 比如这台古斯特车牌号码贵AA四个8 很多人都说 老干妈的车牌号不应该是贵A五个8吗 这辆车怎么才四个8,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虽然说老干妈的车牌只有四个8 没有五个8,那么拉风 但是其意义却完爆五个8车牌几条街 为啥呢 话说老干妈每年卖出6亿瓶 销售额高达45 雇佣员工4000人 作为贵州省的纳税大户 并且直接或者间接带动了800万人的致富 且亲自获得了李克强总理的点赞 当地政府曾奖励老干妈两个车牌 其中贵A四个8挂在了这台劳斯莱斯古斯特上 而这个荣誉不是单纯的用金钱价值能够衡量的 而另一个奖励车牌贵A四个7 则挂在了这台劳斯莱斯幻影上 在中国拥有劳斯莱斯幻影的人数不胜数 白手起家的人也大有人在 但是老干妈和很多企业家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首先她是女性 而且不狮子 从不足10平方米的凉粉店开始创业 到如今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老干妈 虽然其拥有70亿的身价 但是老干妈依旧保持低调作风 几乎不接受任何采访 至今一直保持着当年开凉粉店的作息习惯 不管忙到几点 当天的事不过夜 必须完成才睡觉 现今老干妈基本退出了企业的日常经营 并不再持有任何股份 但依然是公司的法人 其最著名的一段话 来自于2013年接受凤凰网的采访 他是这么说的 上市融资这些鬼名堂就是欺骗人家的钱 有钱你拿了 把钱圈了 喊他来入股 到时候把钱吸走 我来还债才不干呢 你问我要钱 没的 要命一条 我只晓得炒辣椒 只干我会的 好 再回到今天的话题 老干妈买了库里南吗 从目前看到的相关消息看 其还没有买库里南 主要原因是这款车的上市时间造成的 大家都知道 超级豪华车有三大品牌 劳斯莱斯·宾利 麦巴赫 而在SUV方面 麦巴赫没有车型 在库里南没有上市之前 宾利则先一步推出了全球首款 超华SUV天悦 对 你没有看错 目前老干妈的日常座驾为宾利天悦 考虑到 其已经70多岁的高龄 这台车可以非常的合适 所以 在已经有宾利天悦的情况下 虽然其大爱劳斯莱斯这个品牌 待短期购买 库里南的概率不大 解释了 哪边 我 我 你